你從國外的目前的數字看到包含南非 我剛才已經講了嘛 雖然他們這一波的疫情是立業點是立業點 但是好像他們從這個 我從他們的報告裡面是看到說 他們的確診個案數在這一波南非確實有增加 可是在所謂的住院率 家務會行的使用率跟死亡率 其實是沒有明顯的破洞 甚至有稍微向下一點點的這樣一個基加 但是並不明顯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可能他們對OMIKA在同一個系列 大概就是說 它的住院率,ICU使用率跟致死率 應該是沒有明顯再增強 雖然沒有看到檢弱 但是也似乎沒有明顯的增強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就是說 南非的情況就這樣已經過了 再來就是說 最近我們看到好像它在美國 跟英國好像也有一部分是感染到VA.4跟VA.5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是說 事實上VA.5的這個傳播的一個效果 雖然是很好沒有錯 可是事實上來講相較於VA.5 VA.1跟VA.2 在去年12月份席捲整個全世界的一個速度來看的話 好像VA.4跟VA.5好像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傳播的一個現象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VA.4跟VA.5 要不要能不能取代VA.2成為主流豬的話 我覺得這個還是有待觀察的部分 我們完全看起來 就是它有沒有那個能力在緣起一波風浪 我覺得值得分開力 太晚後一個月的交代就知道了 因為事實上來講也很 就是兩個半摔機啊 兩個傳播機嘛 就是一個期一個傳播段就是14天嘛 那我們就看兩個傳播期嘛 就是28天大概就可以去判斷 就是說到底我們電機放寬成三價值之後 對科技傳播風險的影響 以及對醫療量的這個影響 大概就是七天一月目前看起來 Omicron的節目幾多都說短了啦 比之前約15萬多是14天 現在看起來99%都在七天附內 就會出現症狀什麼的 有的話啦 各位特的照片都在七天附內 99% 所以基本上雖然都有在注意這個議題 所以這個是監測系統還是一定要做啊 那只是PCR的醫院裡面還會拆檢 那境外的先進去還有拆檢 那很多的都是用快拆去代PCR的 那快拆就沒辦法做定序了 可能要再看多一點的數據嘛 好像在南非的嚴重度那邊還好 但是在葡萄牙那邊好像有一點點發暗 所以也不曉得這些到底怎麼樣 那其實它傳染力會在七天附加 國家取代了原來的 點1跟點2的表達傳染力的 一定有某種優勢才會取代嘛 那可能就是它的升值比較快啊 還是傳染力比較強啊 不過我想應該是有可能 它會在取代掉原來的病毒株 那其實嚴重度我們就要再看看 有沒有更多的報告 不過目前看起來應該 我應該會樂觀啦 應該嚴重度應該是不會啦